第13階金曲獎完美落幕 最讓人驚喜的橋段 就屬第一段頒獎人的部分 安排陶晶瑩 小S和姐夫聚聚夜合體啦 千英晚還在夜店表演 懂此懂的姐夫 還很high的 轉發網友們tag的影片 不到24小時 又冲著小姨子小S的邀約 南下高雄 擔任金曲獎生命嘉賓 小S也PO出後台合照 高喊最愛姐夫 陶晶瑩 陶晶瑩也直播說出合作心情 真的是驚喜滿滿 賴文君說姐夫是臨時現身 金曲Live都沒有字幕介紹姐夫 就是非常臨時 真的非常臨時 看到姐夫是不是 差點感動要哭了 真的耶 看到胸部的感覺 其實胸部是 很後來臨時才說 有這個驚喜 然後本來 金曲獎製作單位說要瞞著我 我想我會在台上失控 S很夠意氣 他就說我不能隱瞞我的搭檔 然後他就告訴我了 然後就說我們要怎麼來進行這一段 很歡迎 非常歡迎姐夫來 然後在後台跟他聊滿多的 到時候會在我的YT頻道 把它剪出來給大家看 我們今天拍了很多 我今天在小S房間 跟姐夫已經聊到快沒有話可以聊 因為姐夫很會聊 一直講 因為我們在等小S 小S在換衣服 我就一直跟姐夫聊天 他真的很能聊 我用一點點韓語 還有英語 跟大家溝通 把我這輩子所會的 很高興 你好 你好 然後什麼 然後什麼 那個吃飽沒怎麼講 我忘了 馬西手 躺著 肚子餓嗎 肚子餓嗎 肚子餓 肚子餓 然後我們下台的時候 姐夫就牽著我們兩個 因為我們兩個都穿太高的鞋子 牽著他 然後就跟他說 阿爸阿爸阿爸 就說腳很痛 但是我會的只有這樣子 Stella說 姐夫那段好不好笑 S一直吃豆腐是嗎 玉鳳說他的國語講得很標準 對 有練過啦 大家好 我是光佛 他說 S是我的小姨子 然後他說我是他的偶像 然後在Re稿的時候 S就說 幹嘛加這句阿 不准他說我是他偶像這樣 Stella U說 S吃豆腐吃得好大 不敢吃 因為我老公很在看 有小作文是因為後來知道 姐夫要來 然後我就把這幾首歌想了一遍 那種愛情你比我受的國歌偉大阿 然後就真的是很 契合 然後剛好小S一直說 香菇香菇 我想奶奶塞不進去阿 那我就想說 那就把這個當作是 好像故意露了一首歌 其實是又回到那個香菇 然後就說 你們要掐緊時間喔 你們不要講太久喔 不要浪費大家時間喔 然後我跟S超有壓力的 手機裡還有他跟姐夫在家裡面 練舞的片段 因為很零時代 前一天才知道姐夫要來 然後呢我們就在想 那他出來要怎麼出來 要跳那個舞嗎 我說欸 我可能要加入你們一下下吧 你媽媽跳給我看 兩個就在家裡 穿個短褲這樣在練習 然後只能說 非常的可愛 姐夫近期頻頻曝光 從韓國返台後 活動依舊滿檔 年過50 還請求一位瓦鈴 體力真的是非常好啊 唷 對 你